我们上节课把单子叶 不好意思 把双子叶植物根说完了 所以要根从外到内分为三层 表皮皮层和中柱 我们现在看单子叶植物的根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逻辑呢 也是的 你看最外面这一层叫表皮 再次皮层 皮层包含内皮层 所以这边也有内皮层 在里面应该就是中柱了吧 没错 所以从这边到里面 就是所谓的中柱 好那中柱呢 里面上中柱会有一个 一个层次分成组织 叫做周翘 我用黄色的代表 它在这里围圈 功能是向外分裂形成织根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不清楚了 放大 这个地方就是周翘 周翘 然后外面是内皮层 好换一下颜色 这个是内皮层细胞 所以所谓的中柱 是从周翘以内 叫做中柱 那我们说中柱 除了周翘之外 还有目直部 这个细胞就是目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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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韧皮部 韧皮部也画出来 韧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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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韧皮部 这就是韧皮部 好这是韧皮部 好画这里 画完了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事情不对劲 形成层呢 形成层呢 没有形成层 单植植物的根 没有形成层 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为形成层的功能 是向内分裂形成目直部 向外分裂形成目直部 会使得这个组织 开始变胖 但是单植物的根 没有形成层 所以单植物的根 都长得很细 不会变胖 所以单植物都是虚根系 它不会变胖 全部都是虚根系 叫虚根 原因就是因为根都很细 因为它没有形成层 那这样不公平啊 双植物的根有啊 那单植物也没有怎么办 没关系 你多一个东西 你没有形成层 但你却多了另外一个结构 叫做水 这个中心的细胞 就叫水 水呢 就一直我延伸到外面去 这些都是水 我现在画都是水的地方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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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的样子 你不觉得它的样子 画起来跟皮层很像吗 它就是细胞大大的 细胞臂很薄 我的假意上称它为 薄臂细胞 它的臂很薄 功能是储存用的 所以水的功能是储存养分 储存养分的功能 好以上这就是我们对于 单子叶植物根的描述 它其实跟那个双子叶很像 差在中央不是木质布 十字形的木质布 而是水 水的功能是储存 而且它的中柱 没有形成层 只有周翘 那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形成层不在变胖 可是有周翘 可以形成枝根 换句话说 须根很细 可以有枝根 再细的根都可以分叉出枝根来 因为再细的根都一定有周翘 但是没有形成层 就是没有形成层 你就不会变胖 须根可以分叉形成枝根 但须根不会变胖 因为没有形成层 好就刷这 那我们再看右上角 你会发现我说这个单子叶植物的根 它的木质布和热米布的排列方式叫做环状相间 和我们之前在讲双子叶植物的辐射相间不一样 那什么叫环状相间呢 我现在画在画面的下面这里好了 我现在画这一圈就是木质布 它围成一圈 对 画这样子 那热米布呢 它的位置恰好就在那个木质布的外面 像我现在画这边就是这样 把这擦掉 我现在画橘色的地方就是热米布 然后这边就热米布在这里 热米布的位置在这里 它就两个木质布中间向外一片天就是热米布 好我们现在看这样的分布 如果今天有个人 他站在中央 就站在水的中央 他会看到我们的木质布 看起来围成一个圆圈圈 是个环状的分布 热米布也是围成一个圆圈圈 好那木质布和热米布都是环状的 但是他们又相间 就是看过去木质布 什么热米布 什么木质布 所以他们是环状 一个在外一个在内 但他们之间又相间分布 所以这叫做环状相间 而前面所讲的双子叶 叫做辐射相间 是因为这个辐射出于是木质布 这个辐射出于是热米布 这个辐射出于是木质布 这个辐射出于是热米布 就辐射出去 形成车轮状 这叫辐射相间 所以单子叶是环状相间 那我们整理一下 它外面有表提 再来是皮层 包含内壁层 中柱有周鞘 有木质布 有热米布 没有形成层 但多了水 不责组成养分的水 薄壁细胞细胞很大 组成淀粉的水 这是单子叶之物 好